感谢观看,远观看此士兵的您,永远健康,幸福,快乐。 在关于秦国崛起的电视剧中,有两个地方经常出现,一个是军事要在韩古关,另一个就是秦国军队主力的聚集地蓝田大营。 蓝田大营是首都咸阳的门户,同时也是秦国冬出的一个渠道,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出现了,秦国的蓝田大营到底在哪? 为何妖主,大十多莫军队,其实蓝田大营有点类,次于秦国的大本营,秦国国军也会亲自赶到蓝田大营,商议军物。 首先讲一下韩古关,秦国的主要的盘就是关中平原,其实关中平原有点类次于盆地,从北面,西面和南面都是群山峻岭,想穿越这样的地形几乎不可能。 即使成功穿越,玉岭的军队数量也很有限,而且没有神魔大型器械,根本对秦国无法造成多少威胁。 所以说进攻秦国或有两条路,第一是秦国正宗面低韩古关,第二就是东南方向的武关。 韩古关位于今天的河南省三门小境内,是恶守秦国咽喉的军事要地,由于韩古关周围巡山环绕,向攻下韩古关十分困难。 在战国时期的历史中,东方联军也或能此刻喊古关,但是楚国不一样,楚国于秦国东南方的疆土接壤,可以从武关进攻秦国,武关一线的交通不好,但如果强行军也可以进攻秦国。 秦国的蓝田大营就设立在这里,具体来说是西埃市的东南方,当时属于商医之地,蓝田大营本身就是秦国东南方的屏障,同时也是秦国精锐主力的驻地。 根据当时的记载,秦军主力基本上都在蓝田大营,在秦国崛起的初期,主要的对手是魏国,开始因为国争夺和西的区。 但是在魏国被打残之后,秦国的主要进攻目标是楚国,楚国是一个大国,秦国希望得到楚国湖北北部的区,在蓝田建立大营,第一是抵御楚国的进攻,第二就是便于进攻楚国。 在秦惠文王的后期,蓝田大营,集结料10多末,秦国军队,倒料秦昭湘王时期,蓝田大营驻扎的军队再次感谢,喜欢的可以订阅哦,感激。